只一眼,小帅就爱上了对面这个女孩,尽管这个女孩长得一点也不可爱,还对着她的设计巴拉巴拉说了大半个小时,但在此刻,小帅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,果然情人眼里出息时,等到女孩说完准备离开,却被自己的脚绊到了,小帅立马来了个英雄救美,四目对视的拉斯眼神,给我这个单身狗造成了一点伤害,女孩被小帅的英勇举动吓到了,但不妨碍她此刻小鹿乱撞, 因为接下来她还是摔了一跤 啊,这该死的爱情,你要问小帅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接住女孩,因为她能够预知未来,在很小的时候,她就发现自己拥有这个超能力,因为她可以通过预知未来,提前知道价值500万考题的答案,本以为有了这个超能力,就等于拥有了金手指,从此开启主角光环,梦想统治全世界,但小帅还是错了, 她只能提前1.789秒预知未来,因为这个时间实在太短,以至于她还没有想到应对的方法,现实就披头盖脸而来,比如掉在地上的冰淇淋,依然会掉在地上,脚踩到的香蕉皮,也依然会踩到,就连表白心仪的对象,因为能预知告白失败,即使不去表白,也依然会被心仪的女孩发好人卡 而且因为能预知的未来,所以那些悲伤的事情往往会重复经历两遍,一遍在脑海里,一遍是现实,人生十之七八都是不如意的,这使得小帅变得比别人更加不幸,直到小帅遇见这个并不可爱的女孩, 这个总是迷糊倒霉的笨女孩,才终于发现,那个1.789秒预知未来的超能力,原来都是为了找到真爱而存在的 比如女孩走路总是撞到玻璃门,小帅就用1.789秒的时差,提前帮她推开玻璃门,女孩走路总是面孔朝天,小帅就用1.789秒的时差,提前把地板上的水清理干净,防止女孩迷糊摔倒,就连公司突然停电了 别人因为没有及时保存电脑文件而懊恼,小帅就用1.789秒的时差,提前帮女孩按住了保存快捷键,这一来二去,女孩迷糊倒霉的事情变少了,小帅也在女孩面前刷足了存在感,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相爱了,而且还结婚了,婚后他们很幸福,因为小帅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,女孩的每次微笑,她都能幸福两次,每次美好的时光,小帅都能经历两遍,这让她非常满足,这天是女孩生娃的日子, 小帅急急忙忙送女孩去医院,但因为小帅的失误,他们发生了撞车事故,这一撞肯定两失三命 但,幸好,这只是小帅脑海里预知的未来,这一刻时间停止了,所有的事物都停止了动作,只有小帅在惊慌失措中,小帅思考着,在1.789秒内,要怎么做 才能挽回即将面临的撞车事故,她想过下车跑到前面,把引起交通事故的男孩挪走,或者推开挡在她车前的轿车,也想过把女孩暴离即将撞车的副驾驶 但在静止的时间里,这些统统都不能实现,而且1.789秒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做这些,于是她只能系好安全带,和女孩好好告了别 然后直面前方,接受即将到来的致命遗状 很幸运,轿车的防撞系统起了作用,他们并没有和前面的车撞到了一起,被吓哭的小帅喜从悲来,赶紧和女孩抱在了一起,幸幸他们有了二次生命 你敢相信这个神奇的催泪短片,是来自于一则七分钟的广告吗?那你猜猜看,这则广告是卖什么的? 安心这个广告